新加坡监狱署发布的全年统计数据显示 囚犯出狱两年内的重犯率下滑到了23.7% 创六年来的新低 也有更多的罪犯以社区刑罚的方式来服刑 来看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33岁的李先生因犯了欺骗和伪造罪行 被判入狱三年 他服刑一年多后 去年参与了强制性育后监督计划 以免重蹈覆辙 在辅导员和监狱官的支持下 他痛改前非 目前除了在一家酒店担任服务主管 也在攻读大学文凭课程 因为觉得说你要再找多一个公司 能这样接受你不容易 你要再让你父母亲家人 再相信你也是不容易 所以推动力就在说 我一定要做好这几本分 也不能让我家里人失望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相信我了 根据监狱署数据 去年参加强制性育后监督计划的 囚犯有734人 同比前年大幅增加超过一倍 对于那些犯下轻微罪行的出犯者 监狱署也提供日间报道和短期居留的社区刑罚 这些罪犯在刑满后不会留下案底 可以更容易地融入社会 去年就有26人在日间报道令下完成服刑 完成率达百分之百 在过去三年我们看到 就是服刑完成率是挺高的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可以可行的替代刑罚 至于囚犯出狱后的就业情况 去年共有5300多个雇主 通过新加坡复原寄训企业管理局雇用囚犯 同前年相比少了200多个 这是因为当局将已经没有征人的雇主 从档案库删除所致 成功在出狱前就找到工作的囚犯 有2237人 比去年多了约4%